你好,欢迎收看7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连续好几天的好天气快没有了 气象局资料显示说星期二开始受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 东半部就会开始下雨,星期三,星期四影响是最明显的 星期一的晚上或星期二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和陆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即将暂时挥别连日的好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24日周一起银风灭水气稍微增加 东半部有短暂震雨 周二开始受今年第五号中度台风杜苏瑞外围环流影响 东半部会出现震雨 预计周三周四影响最为明显 提醒民众出门要期待雨具 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 它目前会朝着旅宋岛的北边行进 然后它的行进方向大概是一个西北方向 然后它的方位大概西北以后 它会转到巴士海峡这边 然后再转偏比较北边一点点 然后沿着台湾西南侧那边就直接往北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当的靠近台湾 所以基本上在2627它会最靠近台湾的一个时候 然后到28以后它就慢慢开始远离 然后到2930的时候 这整个台风大概就已经 台湾就已经脱离这个台风的影响 所以在24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其实还没有影响我们 只是有一些外围水气会进来 所以我们在午后可能在山区 或是某些地方 银封面一些地方水气进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营或是雷雨的一个情形 但是到2526的时候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台风开始慢慢进来的时候 它水气就会进来 所以在25的时候 在花莲这边大概就会受到它外围的影响 然后水气进来 然后雨就会开始比较大 然后到2627虽然台风直接去到西南方那边 但是它整个台风半径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东部这边还是会整个受它的台风半径的影响 把水气送进来 所以在2627的时候 我们看到东部的降雨其实是蛮大的 尤其在靠比较北边的秀林跟星辰的地方 目前看起来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到28号的时候 雨就会小很多 那2930大概就会恢复到午后雷震雨的一个形态 中台渡苏瑞24日凌晨位于鹅鸾鼻东南方海面 强度持续增强 预测往西北进行 影响台湾几率高 最快周一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三至周五 预计都将受台风影响 带来风雨 要到周五下半天台风才有可能远离 提醒民众留意山区活动或海边吸水的天气变化和浪高 记者长帮演华人士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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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